第一件交通事故是在2月2號早上8點半左右 在宜蘭市建南南路155-1號附近 這邊是有一部白色自小客車沿建南南路往原山方向行駛 疑似車速過快不慎車輛失控製造路旁的路數導致翻覆在路上 同樣貨爆後立即趕赴現場有一名駕駛受傷 車上沒有其他乘客我們立即將他送醫救治 第二件車混是在2月12號也就是大年初一 上午大概11點左右在宜蘭市建南南路66號附近 那是一台黑色自小客車它沿著建南南路往壯圍方向行駛 那行經這個事故地點的時候 這前面剛好有一個彎道 所以說疑似也是車速過快 轉彎不急導致滯狀路數 那我們同仁一樣 貨爆之後趕赴現場 那除了駕駛輕傷以外 那車上會有另外一名乘客 這名乘客是腳有骨折的狀況 那我們也是立即將他送醫救護 那這兩起交通事故 警方之後有對兩名駕駛來進行酒測 都沒有酒精反應 那詳細的造勢原因就有待後續的調查釐清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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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